Leica 終於可以做到Tatering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相機的Tatering Tatering 就是將一部相機的資訊 可以即時經過一條傳輸的信號線 無論之前的HDMI 或者現在的Type-C 都是一樣的 就落到一部電腦裡面 就即時可以看到那張相片 就不需要用儲存卡 是拿來拿去 左插右插去看每一張相片 好處就是 可以即時有一個Full Size的相片 是可以放大去看得到的細節 到底拍得清不清楚 對焦準不準 顏色和構圖是不是你所需要的效果 其實在SL2的時代 就已經可以做到這件事了 不過當時主流 就只有Capture One 可以做到這件事 到了現在 出了SL3 和M11 在我們常用的Lightroom 或者Photoshop方面 都可以做到這件事了 這次跟大家看看 如何去接駁 在這個影片繼續下去之前 其實我發現 很多我們的觀眾 還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 以及選擇全部內容 一旦有新片相片 就可以第一時間通知到你了 好 原歸正傳 在設置這個Leica的SL3的時候 是留意一件事 就進入它的Menu 在USB模式 選擇PTP 就可以了 選擇這個模式 就可以了 這部就是Leica的M11 在使用的時候 插掣就在底部 和充電的位置一樣 然後選擇Menu 這個就有少少不同 SL3的 留意了 就要選擇在相機設定 這裡 然後 USB模式 這個就很有趣 要選擇網絡共享 才可以的 用PTP 其實在M11是不可以的 要選擇網絡共享 才可以的 好了 現在就看看 怎樣設定 首先 其實就要加回 這裡 英文可能會比較容易理解 這個叫Plugin Manager 中文叫做 增效模組管理員 在這裡 我之前就沒有加到這個 我現在先試一下移除了 再加回 就是在網上下載的 這個叫做 Liga Trader 的一個Plugin 選擇之後 就會出現 選擇完成 選擇連接 開始連接 在旁邊這裡 是有一個插頭位置 這個位置 將個吉斯 鋪足兩下 與此同時 在電腦的部分 就選擇 它 OK 確認 然後就選擇 在相機這裡 就選擇 P 即使 這裡 可以 即使 出現 這裡 這裡 霸 我把它推翻 上去 看到相機的設定 這個設定 都是隨著 這裡的調教 相機的調教 它會霸 立刻可以看到 對得準不準 我們可以試一下再拍一張 這裡 出現 可以看到 細節位置 OK 我們試完 SL3 就試一下 M11 M11 也是按照它的充電位置 選擇Many 相機設定 然後裡面 放入音響 這樣就對了 我們試一下 在這邊 立刻出現 我的相機 看得準不準 這樣 可能 Iso低了一點 不高 那些Iso 會有一點點 手抖 這些就可以看到 一些細節 立刻 可以調教 相關的東西 立刻可以在這製作 有曝光 湯 暗 兩位 可以調教 或者可以調教 到這製作 關於這製作 有一點點要補充 你沒有看到 好像我現在手上 拿著這條 專用的 Tatering 鍋 其實 都是一條 普通的Type-C 扣造 我都試過 拿一個普通 最 你看看這裏 這麼幼的一條 Type-C 的線 其實都可以做到 即時訊息的傳遞 不過可能 速度 或者干擾 可能會比較大 如果你還沒買這條線 的時候 其實可以拿一條 普通的Type-C 線 去試一下 看看能不能做到 另外 跟這個 鍵盤相關 我覺得是需要有一個 碼 因為你的線 在相機的時候 第一 會容易脫線 再者 可能不小心 搓爛了 相機的Type-C 插頭 那就糟了 所以我覺得 需要有一個 鞏固的 碼 把它固定 就算不小心搓到 最多是搓到線 總比搓到相機 我們可以有了這個方案之後 日後 用Like在影樓拍攝 已經是沒有難度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以及覺得我的影片有用的話 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